不得了 你需要不是做多少 你一两千块的费用 这个是一个让我非常火大的事情 我觉得你不懂得控管 因为你告诉我微量上网 但是你是大量上网 而且你可能吃到饱 一个月才700多块 你又等于是两个月的 那个吃到饱才量 你女儿这样是为了 以后诺贝尔奖 没有 这个都借口 好 这个是让我很生气的一件事 我说你给我站起来 我说我现在要真的很严正告诉你 做错了什么事情 那你为什么不等他起来 那一二三 不行 我受不了了 对 我受不了了 我跟他讲 后来我发现 他开始脸变成白的 那我就觉得说小孩子被骂 当然变白的 然后我就继续 我就觉得 然后他开始就有点掉眼泪 然后开始就 开始眼泪 啪啪啪啪 我说你哭什么 哭代表你不认错 我跟我是那种 就连这种细微 我都不放过的妈妈 你看多讨厌的妈妈 最可怕的是 后来我发现不对劲是什么 我发现他的手 你真的知道你很讨厌吗 没有 我跟他讲 这个都也是我在学习 我刚讲说我自己在学习 说我自己的EQ 怎么样去调整到最好 我怎么去带这个孩子 后来发现他的手 我真的不骗眼 他整个手是这样Q这样子 他站在板上 然后两只手Q成这样 我就说 我那时候就说 你根本就是在给我夹规夹关 你根本就是故意 没有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他是整个筋卵 然后是这样卷到这样子 我就说你在做什么 我在告诉你这 你不听这样子 他就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后来我就抓 我就抓他的手 后来我发现 我就这样 没有 我故意这样掰开 我就把他手 我刚不是在卷缩吗 筋卵 我就掰开 我真的不骗大家 后来我吓到 因为我一掰开 他又缩回去 那个是你真的没有办法 装不出来 我知道完蛋了 他后来开始痛哭 然后我就一直揉他之后 我觉得不对劲 我就把他拖出来 就一直按摩他 按了好久 他才整个松开 你知道过程当中 他一直跟我讲说 我错了 我不敢了 我错了 我不敢了 这个是第二次 就是第二次他这样告诉我 因为有一次 我跟他讲就是有一次 后来我觉得我也 他会 我想起来了 我觉得他会这样反应这么大事 我丢了一句话 后来我事后想起来 我真的蛮 我说你这样 你放了狠话 对 我放了狠话 我说你在这个舒适环境里面 待太久 你已经开心太久 你不晓得什么叫痛苦 他知道我讲这什么 因为这个只有我们 母女之间的那种默契 他懂我在讲什么 我说你要不要回去跟他住 我就说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很残忍 我说你选边 我说我 我觉得我受够你了 你现在你待会你穿衣服 我就打电话给他 你就舒适太久了 你去藏一下骨头再回来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要感恩 我就用这个方法对他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有一次我也是崩溃 但是他不想去跟他做 他告诉我我错了 我不要 我不要我不要 这样子 这样告诉我 所以后来我觉得 就是因为这已经是我第二次 做了类似的事情 有一次也是他父亲把他接走 后来我就 因为都是他接走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趁着比方说 哇哇路完 我会下楼 我就说你什么时候 我都跟Marine联络嘛 我就说你什么时候 你要到电视台 因为我马上我要赶 我中间没有空隙 我要赶下一个通告这样 后来那一次他迟到了20分钟 老实讲他车不是他开的 他也不能控制 他一上车我就开始崩溃 因为我觉得说 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说 单亲的妈妈的那种 自我的那种 就是说你心情调是要很strong 你知道吗 因为你很容易 你会觉得说什么细节都要拧 你是不可以有一点点 就比方螺丝松了或什么的 因为你会乱成一团 所以他那时候上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我就崩溃 因为我跟他讲说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要去工作 我那边我会没有办法交代 你居然敢给我扯到什么 我就开始歇斯底底在那边 然后他坐在后面 后来我就听到怡人 开始放声大哭 我说你不要哭 我告诉你 我带路完影 我就把你送到他那边去 你不要跟我住在一起 我觉得你只带给我困扰 你是个麻烦 你对他最大的惩罚 就一直跟他威胁 要送到那边 对 我后来发现我有这个问题 我就说你 对 我就说 你是让他那是他最大的恐惧 没有 我又觉得说 你如果觉得说 你跟着我 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心里的问题 我觉得我也要看医生 我就说 我觉得我太 我给你太好的环境了 你都忘了你以前是怎么哭的 我们怎么样抱在一起哭的 要出来好好的生活 可是你居然这样对待我 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他迟到也不是他故意的 他搞不好车子真的塞着了 对 我就觉得说 然后就变成说 会迁怒 我觉得 对 我就会整个很纠结 我就觉得说 我问你吃这么多苦 那你怎么会用这个方法来对待我 所以我就觉得 好纠结到我 到最后我就会口不遮影 我就说那你走 你选边 或者甚至 你现在就给我答案 都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 他永远他都 他会这样射在那边 然后射梭在那边 然后不敢讲话 然后我一直逼到他一定要讲出来 那有告诉我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不要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你性格如果押起来的时候 其实他处在很恐惧的状态 我跟他 我看起来 这样好像很 就是柔柔对不对 可是我 我只要一起来 没有人控制得了我 真的 我是那种很可怕的 但是都觉得他在承担 他在承担 他在承担 你好坏喔 这样子 而且你好爱翻旧账 可是他又是我最 你知道 那个好 好难形容 他又是我最贴心的人 你最在乎的人 然后你生病的时候 也是他这样子陪着你 到凌晨没有睡觉 就一直陪在你身边照顾你 所以 我给你一个建议 其实 因为你单身 你带一个小孩 你想要做到100分 你就会要求他很高 不用 一个好妈妈不用100分 80分就够 他偶尔有一点缺点 你管教有一点不好 那又怎么样 没有关系 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到崩溃的地步 甚至讲出说会伤害 她情感很深的 这个我真的要补充 他们家Mary小一 还小二的时候 她在写 我说哇 这你写的 她说对啊 哇 怎么小孩子 可以把自写得那么好看 那样子 她说我妈妈说 我自写得很丑 你结果好像骂你一顿 不用到100分 因为我还骂你的 所以你知道吗 她这次国小毕业 然后因为其实我很忙 我没有办法 然后自己来 然后就看 老师又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她就说 她说 她说现荣是一个非常善良 跟乖巧的孩子 她很有同理心 她说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她真的很少看到这样的小孩 她说这样反射到就是说 你教育她的点滴 你影响她很深 你已经教得很好 她说她 她很少跟家长有这样的互动 跟这样子的 这么深的体验 她说你教了一个很好的孩子 其实我看到那个 其实我很愧疚 因为我很忙 不会来 她都自己来 她自己真的真的 你这样做已经做得很不容易 已经做得很好了 其实我很愧疚 我常常觉得没有人照顾她 因为她很独立 因为你出来录影 都是她一个人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这样录影 突然一个简讯告诉我说 等一下好不好 对啊 我就觉得说什么锅子要烧掉什么 我就觉得我真的没有照顾她 这样的妈妈 我们今天只准备一包卫生 赶快抢两张 赶快抢 赶快抢 好 娃娃娃做十几年 今天准备第二包 所以这包是我们的分享包 大手笔 不惜众之 其实文婉也是一个很辛苦 但很坚强的女性 因为她一直在录影 那单亲就是你女儿 她那么小 那回到家她要一个人 对 那吃饭怎么办 其实我通常我就会把 把东西准备好 然后我其实我能做的就是随时 应该是讲说关心她的 这个所有的点 比方说行程 然后她会告诉我说 我上车了 我到家了 其实有一次我在录影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说 奇怪我手机怎么一直响 然后我就开始紧张 因为唯独 其实我觉得就是她有什么事情 这样 后来我就看那个简讯 她就告诉我说 妈妈你不要骂我 第一个现在 妈妈你不要骂我 我想说怎么了 然后再来 然后我就开始传 我就趁大家不注意 因为我会紧张 我就说什么事 她就说 我热东西 那个烧掉了 她就这样 我热东西 那我就整个如坐针针 但是我不能告诉大家说 你们可不可以等我一下 我要打电话问一下状况 又不行 我说烧焦 然后她 我说那怎么会这样 她就说 你不要怪我 不要骂我 我会把它弄干净的 然后我又很急 我就说你不要 你不要去动它 你不要动它 因为那时候你画面很多 你知道吗 等了我说你现在就把火关掉 然后你什么都不要动它 我回来处理这样 然后她就一整个简讯 一直告诉你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那天准备了什么汤 大家听就知道说 为什么除事情 我酸辣汤 在它勾芡的 然后勾芡你就觉得说 小孩子不太会去处理 那样的食材 对 然后我回去其实晚了 然后到家了 然后我一看就看到那个水槽 里面就有一个锅子 整个是黑到不行 然后整个底 好厚的一层黑黑的 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料 整个都结块了 你知道那等于她没有吃东西 没有东西 对 整个都吃焦掉 而且她很害怕被你骂 对 那我要讲的是说 后来我就觉得那个 那个很奇怪 就是说你只一方面担心它 然后又觉得说 你没有吃又心疼它 然后再来就觉得说 我怎么把孩子弄成他这么恐惧 因为我曾经 我承认我曾经会怪他说 你为什么回来 还要让我看到这么可怕的环境 我为什么要整理 你为什么不会说帮妈妈分担一下 所以她久而久之 她就会养成就是说 她觉得说怎么办 我又给你惹麻烦了 那你会把水槽给吃吗 然后我不会 我会就是准备冷冻的 然后你知道吗 有一次也是我回家之后 我就看了我就觉得 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会觉得很难过 就是说我觉得 我没有好好照顾他 他变成说 因为我会灌辱他 你要真的很坚强 你要懂得照顾自己 因为妈妈照顾你有些 因为我我只有一个人 知道我回去就看 就有时候你只能剩下 剩下那个 就是的东西 你来判断什么嘛 我看剩下两颗水饺 然后呢 他就两颗水饺 你知道没有煮熟的是怎样的东西 头上白白 然后胸胸 就是已经退病 然后但是问题是 他有一部分又熟的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看他很久 我就想说他到底吃了没吃 可是他已经睡觉了 然后我就问他 后来第二天我就问他说 我说荣蓉你自己煮水饺吃啊 他说对啊对啊 我自己煮水饺 他很高兴 我说你煮了几颗 我那时候